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大利亚最干燥的一个地方 它位于澳大利亚南部 这个地方白天平均温度非常的高 据说最高的时候能达到50摄氏度以上 在这里冬天的时候特别的冷 动物植物几乎都受不了这里的气温 这么恶劣的环境哪里会有人生活呢 可是事实往往相反 这里竟然住着3000户人家 其中还有不少欧洲人在这里地居 是不是听到这里非常的惊讶呢 这样的环境也正是人们住在地下的原因吧 一是为了夏天的酷暑 二是为了冬天的严寒 其次库博佩地现在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旅游之地 它是世界上主要生产蛋白石的一个地方 这里的蛋白石占全世界的95% 库博佩地也被称为世界蛋白之都 发现蛋白石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时期 人们想要发现蛋白石就要挖到地下2.4米到6.7米之间 期间挖得多了 路面又不适合居住 很多人就开动头脑在这些地洞里装修 安置家具等等 这样就完全跟正常住一样了 随着时间的推迟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种风格 所以这里的人也就居住的越来越多 像这么一个冬暖夏凉的地下洞局室 你喜欢吗 或者你想去那里居住生活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